以后每次对吧 录视频之前先提醒一下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好 请点赞 PS点赞不要钱 小手点一点就好 看看这把老羊又是红教堂 这把他搬掉的佣兵 对面是拿了一手空军 没有补一个祭司 看见了这里先知 信徒补在板子后 好跟过来 这里你到板子后 我切信徒打 反正左右都是一刀 哎呦这刀没打中 不过跟上去以后 没有到交互点 还是能打中 打中以后呢 就是一个本体放狗 距离先拉 拉到什么程度 拉到自动跟随开启了 就可以开始放狗 或者是拉到自动开启 然后没过多久 就可以放狗了 这里要抢个窗 想省这狗 不是为什么不放狗啊 杨妹妹这个想法 我没看懂啊 这里放狗咬住 先知要套鸟也走不了啊 狗子 他刚才可能还是求我 还是求我 他在 撞一手 鸟 这个鸟好像不太足以支撑 这个先知 走吧 打一下 过来板子 狗子脱了 狗子脱了 放第二只狗 咬住 还行 还行 但是前锋吃了一刀 很亏啊 在前锋吃完这一刀 先知拉是拉不走了 这个地方打上 倒地 还可以开始摸 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这波不亏啊 因为怎么说呢 女巫第二只狗也放出来了 时间上也拖了将近20秒了 然后 前锋也被摸好了 还可以来救人 并且呢 刚才那刀虽然打上了 但是并没有让老羊多一个信徒 对吧 还没有多补一个信徒 整理上来说还行 机械师来救第一波 你没有放狗的 对吧 你机械师咬住就咬住了 啊 没有 咬也咬不住 应该不是咬住就咬住了 咬也咬不住 拖一拖时间 再追 一刀打 好的 要走 赶紧不信徒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把信徒先补上 补谁都可以 机械 这里 我们看一下 先知导的一个位置 前锋好像有想法 刚才看前锋这个动向 是往中间靠过去 没想法 没想法 这里帮忙消信徒 拉信徒过来 最好是打前锋 最好是打前锋 你看这机械师帮前锋扛刀 那算了 那算了 老杨这边算了算了算了 你都交球了 我也不好意思深追 但局面上面跟上一局 我们看老杨的那个局很像 就是 所有的电机全部在地图的另外一半 他现在控不住电机 这个就有点尴尬 机械师被摸起来 本体有狗 这里会不会清闪 闪现一刀 哎呦好帅啊 姚妹妹牛批 我就知道他要切闪了 这边再 一切 没打震射 打一刀 救下来 有薄灭 交枪 这边 捕一刀 打掉 这还是前锋的信徒 这还是前锋的信徒 这个信徒是刚才 补技生就补过来的 这里可以把前锋先挂上 先知倒了以后 再来处理先知 整个局势 由于这波的一个震慑 瞬间从一个军事局 被打到了一个崩盘局 这边还想挂第一下室 机械师是满血 倒是可以来捞一波 这边先知先挂飞 这节奏完全不乱 这节奏好好 这里偷了一波 没偷成功 被管住了 刷了个挂 二挂前锋 往里面进去了一波 难了 对于穷者来说 这把信徒也多 穷者血线也残 这里还能追一刀 一刀抽刀 压住了压住了 这里原生性都可以拉出来了 因为原生性都自己出地压身 这也要救啊 这也要救没了呀 三秒钟有寄生 补机械吗 还是外面去找 这把又要射杀了 感觉又要射杀了 四呀 今天杨妹妹打得有点帅呀 找到了找到了 一个护币呀 打一刀 寄生生起来 闪现一刀带走 然后再补机身找那个 而且这一刀还是那个在最大极限范围距离里面的呢 小修 可惜电击差的有点多 怎么你们又又拿头来赌了 老杨这把就尼污的局打到中期是个军事军 是不能判断的 你们不要随便拿头赌啊 搞得一个个每个人头都很多一样 看完视频要点赞 再多提醒你们一下